新预计划儿与少年主打治愈美好 选到的嘉宾均是路人员比较好的 按理说都是正常人了 可这旅游一开始 人性现实的一面还是暴露出来了 把青海路与王安宇放到一起对比 姐姐与弟弟生活态度的不同 可谓是已揽无虞 青海路三分钟热度性格 身体条件承受不住刺激项目 被迫扫兴引后被惊慌 在抵达沙特第一晚跑错酒店后 花哨团经过短暂的休整 随后完成节目组安排的送快递任务 直到第二天大家都适应时差了 这趟一国之旅才算刚刚开始 由于导演组与两个弟弟都安排了行程 所以一天下来面对镜头的时间大半的 成员们早晨出门去当地人做客 完成换装秀与用餐后离开 紧接着晚安与计划好的赛车 街区游玩等项目就上线了 在决定是否玩车时 青海路已经表现出他很困的模样 在整个赛车过程中 他根本不关心自己成绩如何 只想着快点离开 事实上作为团队里的大姐 他本身对这类刺激项目也不感冒 只不过弟弟们居然安排了 他不好意思不卖面子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原以为玩到接近凌晨 团队就可以回家了 不成想年轻人组到一起 自动开启熬夜模式 这让秦海路多少有点心泪挂香了 在王安宇出去寻找回去的路时 秦海路直接反方向走开 上包括迪丽热巴秦岚在内的后背们 这大气都不敢出了 王安宇直男思想太帅真 没眼力尽不考虑姐姐情况 幸而有嘴能说 秦海路的扫兴让压力施加在王安宇的身上 作为第一站的导游 他之所以让姐姐不顾镜头的丧着脸 其实还是有他的问题在的 本身在出发之前 姐姐们就对激烈的玩乐表示担心 结果到地方后 他选择的行程还是年轻爱玩的 且他是没有提前制定目标的 在一整个园区晃悠 乔剑姐姐想休息了 嘴上说着再看看 不完了 实际上还是乐个不行 这在秦海路看来 无疑是没有把自己的状况放在心上 由此才上演了一出姐弟分心的场面 幸好王安宇的眼力尽最后回来了 回到酒店就问秦海路是否满意 在得到否定回答后 开始反省自己哪里做的不好 弟弟如此诚恳 骑士身为姐姐 秦海路也就没那么生气了 那么就期待两人之后的思想碰撞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